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动画 嘿,我是人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首先,进入styler.ai的网站,用Google账号登入 第一次登入会有个简单的问卷调查 帮助开发者了解用户的背景及需求 登入之后会进到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的模型 点选左上角New Project 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为专案命名,选择画面大小及比例 然后按Apply 免费用户目前一周会有200点可以用 生成一次扣4点 会出一张图片扣2点 中间如果有使用其他功能也都会扣点 所以点数算是很快就会用完 它这边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 也可以用图片生成图片 还有生成填充局部修改 移除背景、图层、套索的功能 是不是觉得跟Photoshop的AI功能很像呢? 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我们用图生图来做手绘转3D 这里有三个地方可以上传图片 左边、中间、右边随便选一个都可以 也可以直接用拖曳的方式上传你的档案 然后选择图生图的功能 选择风格类型 风格类型这边它还有根据使用目的来分类 然后填入提示词 如果你跟我一样懒得慢慢想提示词 它这边可以根据你上传的图片自动生成提示词 然后按生成 No! No! 它自动生成的提示词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重点 所以我会把它复制到Google翻译 确认及修改后再贴回来 确保我们想要的重点都有写进去 参数我都会先依照原厂的预设值 然后按生成 一次会生成4张图 选择满意的图片放到图层 它可以一次复选多张图片 分别放到不同图层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细节的地方做修改 选择左侧填充生成 选择要修改的地方 笔刷大小可以做调整 选好之后按确定 填入要生成的内容 然后按生成 生成之后一样选择我们要的图片放到画部 像这边我不要的话 我可以点选图片 选择上面移除物件的工具 选择要移除的地方 按remove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不满意就是重新生成而已 那我这张图是因为它原本草稿的手就不是很完整 所以生成的手也会跟着不太完整 是正常的现象 那我如果想要移除背景呢 一样点选图片 选择上面移除背景的工具 就可以咯 只是它移除背景后还是留有一点白边 我们后面会教你怎么修掉这个部分 再来我们用纹身图的功能 帮它添加一个背景 点选纹身图 选择模型 填入提示词 按生成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前面的提示词整理到notion里面 在做每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现在会用notion来整理这些资料 尤其是写故事的每一个分镜 notion也是一个免费的网页版工具 登入网页或是下载app就可以使用了 它同时拥有word excel access的功能 可以用来做简单的笔记 用表格做分类计算 还有标签下拉式选单资料库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跨平台使用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跨平台使用 同时跨PC、iPad、iPhone、Android系统 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回来填入提示词 生存背景 选择满意的图片加入图层 先选择这一张 但我觉得太复杂 就可以利用移除物件的工具去除 不要的部分 然后再把人物放进来 图层右边的眼睛跟Photoshop一样 用来打开或是关闭图层 如果我觉得人物太大 只要点选图片 按滑鼠直接缩放就可以了 我们再选另外一张背景 这只小鸟很可爱 但是它占据了整个版面 而且我还是想保留它 该怎么办呢 一样点选图片 选择上面右边的选取工具 进入之后 选择左边的套索工具 一个是自动选取 一个是手动选取 这也是跟Photoshop一样的功能 然后选取我们的小鸟 复制它就会被复制到另外一个图层 然后关闭其他图层 你就可以看到这只小鸟单独的画面 然后再回到原本的图层 把背景中的小鸟移出 这样就成功将小鸟和背景分离成两个图层 然后我们在背景上面再加一只飞行的小鸟 让画面更丰富 然后再把我们的人物跟小鸟加进来 调整到适合的大小跟位置 这就是有涂层功能的好处 我们的人物刚刚在移除背景的时候 有留下一点白边 跟背景不太融合 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用填充生成的功能 把白边的部分生成头发 就可以咯 脚的部分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处理 那我这边就不多做演示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填充生成之后 人物小鸟跟背景就直接生成在同一张图上面 在选取我们要的图片放到图层 就是单独一个图层 但原本个别的人物小鸟背景的图层也都还在哦 Styler的模型很多种 有水墨画有布偶也有纸雕 我们另外做一张图来试试看纸雕吧 再来我们来看角色一致的部分 一样是用这张图 先把角色的描述修改清楚 然后用不同动作及场景测试 变异还是有点大 那我们来试试看真人模型会不会比较好呢 看来是没有 那我们来帮他换衣服好了 以前的人是玩布袋系 皮影系 纸娃娃 布偶 芭比娃娃 现在可以玩AI娃娃咯 我们来帮他穿美美的婚纱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Styler的扩图功能如何 我这张图原本是9比16 现在想改成16比9 点选最上面修改画面比例 然后把原本的图缩放到中间 然后再用深层填充功能把左右两边补满 选取范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选到原本图片的一部分 这样AI在演算时才有资料可以参考 他才知道从哪里延伸出去 演算出来的结果才会比较符合预期 创作完成我们点选右上角输出图片 那免费用户可以放大两倍输出 那他这边汇出图片的时候都会扣点数 另外在右手边图层这边我们补充一下 当你复选两个以上图层的时候 可以做图层的合并 再来这是他的收费表 你可以跟Photoshop比较看看 但是AI这种工具 越多人用 他的模型就进步越快 虽然Adobe的用户很庞大 但真正爱用AI功能的人有多少呢 有开放免费使用额度的AI工具 使用者还是会比较多 AI工具这么多种 看到眼花缭乱该怎么选择呢 到底要选择哪一种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AI如果是一只魔法棒 你希望它帮你完成什么事情 你再根据你的目的 选择适合的工具就可以了 先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才有办法选择要搭哪一种交通工具 对吧 我们频道主要的目的 是要用AI工具完成影片 范围可以包含连载漫画 动画 电影 广告片等 最需要的就是角色一致性 评估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用训练GPTS的方式 会是最短路径 未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块 下次会先跟大家分享 创作漫画的AI工具 想学习的同学 一定要记得follow我们频道哦 最后再补充一点 你今天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 也是由AI生成的 Eleven Labs 现在除了用文字生成语音之外 它还可以用文字生成音效哦 每个月一样有1万字的免费额度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